這麼美的燈飾 這麼美的家具 再加上這麼美的裝飾 不說真的以為入了 我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童話世界 浪漫優雅的鄉村風 帶有度假休閒的風情 也充滿家的溫馨氣息 又有如夢如幻的感覺 相信是所有人都冒昧而求的家具 而今次介紹的單位 可以說完全滿足上述的要求 其實我設計完全不懂 但我自己也有審美的標準 我見她的時候 就類似說我喜歡田園不田園 我不想美式那隻那麼簡單 想花花的公主 走入室內 粉藍色的長身被人放鬆的感覺 奶油白的長身櫃 和夢幻的環境和諧共存 又同時提供實用的儲物空間 歐陸峰的家具高貴而典雅 再配上一色的碎花圖案 好像有微微的茶花休香撲臂而來 再帶大家經過這個這麼典雅的拱門 穿過拱門之後 見到走廊上一盞地中海色的吊燈 給人一種高貴而浪漫的台灣民宿感覺 另外其實也有個地方都很滿意的 就是書房 因為我和先生的工作都需要很多的文件 書本 非常非常多 書房呢 它竟然可以 它書房很小 它竟然可以設計到一個書房 又可以有床 被人增加 睡到一個人 另外還可以 這些書放得很進入 可以一個架 可以放到兩至三層書 我們都很驚訝 有別於客廳的風格 書房以黑色為主釣 凸顯出戶主在浪漫情懷之外 都有著理性而專業的一面 書櫃以及組合櫃依照實用的設計理念 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之餘 冷淨的黑色又不會令房間過於乏味 同時大型窗戶彩光充足 配合整體的設計令書房成為 富有工作效率的空間 最滿意的是睡房 因為睡房本身是壺形窗台 不如設計梳妝桌 那裏是可以揭在鏡頭的梳妝桌 非常實用 我又可以坐在那裏 睡房的風格和客廳相互呼應 米色的特色牆和古風的碧燈 令房間充滿古魄的韻味 玫瑰形的燈飾浪漫而清麗 甜蜜與風雅的比例恰當好處 別出心裁的梳妝桌 盡顯設計師的功架 善用空間之餘有實用 可謂華實兼備 很好的 她是很為我們著想的 因為我們的預算也不多 她一來已經問了我們 預算是多少 我建議她很快就回到我們 很爽快 非常好 很令人放心 很信心 但是師傅也是很斯文 做的很快趣 很好 也很放心 就算將來如果有機會 我家裏再去裝修 或者有熟朋友介紹 我都會找回你們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公司